大家好,我是队,今天打来集权宏雷尔,欢迎在整期版比赛解说,这段比赛是战天城对战肖尘拳,经典的肖战对决 今天战天城和赛斯首发队和肖尘拳的马克西玛,马克西玛头上呼吸比较带劲,特别是他的爱的鼎影三连鼎 哦呼,赛斯呢,赛斯他的头上也是挺帅气的,一种白毛,这就开大了啊 但是这个打热第二队上也打不到,他可以再起手一套,战天城明显这个熟练度有所下降啊,不如以前那么潇洒了 今天肖尘拳残血,战天城还踩着肥腿啊,一直踩,你不动我就一直踩,还上头了 肖尘拳真的上头了,现在来看肖尘拳下一个角色,肖尘拳的雷蒙 肖尘拳其实是想躲过去啊,但是就躲不过,现在又被青手三连开BC跳起来连青手两点,一波大招,腿腿腿腿腿 这两位真的碰到一起了,一个虎气选手的摔跤啊,一个狂踢对手当步 先面赛斯,好,大破斩吃,等你闪身,还闪身,继续大破斩吃,你连闪我就连,我就连大破斩吃 哎,后面继续大破斩吃,被抢下来一招 这雷蒙反正,我就是凹,看能不能凹到一招,连到一招,凹到了,连到了 连到就开始了一个循环,剪剪藏壁,杀技 哦,放一次刀,带走了吧,应该,哎,没有带走 最后这一下子这个伤害好像有所削弱啊 先来看下一局,下一局占天成的琢磨,太上给一发飞翔角,驾招,没有驾到,没有驾到 肖尘拳这个雷蒙啊,终于被终结掉了,先别看肖尘拳的脉招,开场给脚cd,反行为来个bc,送往这儿,刹刹刹 板面再开死循环,继续刹刹刹,然后接住b杀,哎哟,b杀呢,顶飞,隐藏,中,中断bc,龙虎乱无杀 没想到被这招隐藏给接住了,后面肖尘拳血量急速下降 要不要再接一个,头体拆掉,拆掉之后干掉被手,战天成拿一分 恭喜战天成七开得胜啊,那我们进入到第二局,第二局销尘拳能不能进一个实力反杀,是没蛋 这一局他依然是有雷蒙,双方都有雷蒙,值得一提的是战天成这一局有酷辣 双方都使用马基马这个头铁啊,作为首发 大夫产是亲手点杀开bc,满边开军环,失误 这个失误对战天成这个级别的玩家来说,这是不该有的失误 战天成一只大破产尺,压住对手,压住,亲手两点开 肖尘拳也用大破产尺,看谁的大破产尺更大 好,那我的更大,可以 给他一炮 直接KO 接着看肖尘拳现在一个雷蒙又出现了 哎呃,两点亲攻击,起手,想循环,雷蒙那就两点周夜,开一个bc 对,不开bc是连不住的,连不了太多,哇 其实中间招式是断掉的,哇,战天成和他一起释放大招,但是还是被头鸡给抓了过来 这相当于是破招了,伤害更高 那么接着看,战天成下一个雷蒙 先给一脚steady 哎,战天成,站了一脚,大破产尺 清手一点,大破产尺,可以,大破产尺,压起身,清手一点,击 哎呦,这个轻攻击可以哦 肖尘拳呢,清手一点,走 抓一下子,肖尘拳残血了,大破产尺,走,清手一点,走 大破产尺还是中了,还是中了 这就是一个发挥了,临场发挥 拉过来,带走 已经没有血了,有血还可以再给避杀起 前面看,战天成下一个库拉姐姐 小姐姐出现 好,转腿先 库拉只需要一个机会就可以了 现在看库拉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很难的好像 哇,现在被掏倒了 拉过来给一手大招 哦,摔一把 还是滚着摔 哦 肖尘拳拿一分 我们下面马上进入到了第三局 第三局战天成 哇,这次安迪K加一个大中 哇,这个阵容还是很不错的 很秀的一个阵容 这一局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前面看战天成用K损大 清手两点 到角落,架招中了 没想到这样一招啊,升龙取消,凹啊 凹就完事了 踢火桥,踢火桥 升龙凹 大招取消走路,用大招走路,然后进行一个接招 空 中间少一段升龙了好像 现在龙儿,龙儿也空,双方均有失误 但是干就完事了,双方就是为了干而干 哦 老肖残血龙,这局他很难赢了 确实赢不了了 直接K哦 这边看肖成全下一个角色 肖成全的位置 第二个回合 现在可以继续压住他 开Bc,点他一波 开Bc,踢火桥,踢火桥 三发火桥,升龙,升龙空了 嘿 三天城失误太多了,可能会被 空中屠杀啊 这个血量半血,差不多半血 连撞 连撞是真狠啊 哇 要撞死的节奏了 真的撞死,连到腿没收割斗 被升龙了 威斯抓防守 升龙,哇,升龙硬搞 威斯想出出不来,不是吧 这个K啊,好灵活的样子 啊 还是没了 你来看 暂天城下一个大猪 威斯现在这点血量 可以和大猪相抗衡吗 现在一直抓 还真抓住了 哦 抓扔上去 空中屠杀 给我炸 哎,空中屠杀了 没摁出来 哎,这样又摁出来了 好吧 连到腿收割一下 大猪血量急速下降 再来一个 没有死 居然没有死啊 好吧,现在双方都剩下零血了 0.00001点血 现在 谁能捞到最后一下子 新攻击,嘿,被砸了一锤 威斯大意了 下面来看萧辰拳的雷蒙 哦 哦 战天城平均大铁锤 打高伤害 雷蒙下盘2点开 第五个回合就这么快的来了 接着来看 战天城下一个 安迪 第五回合 安迪跳地压起身 开BC 打击头就取消 C,好 中间打伟廉 其实这是一个套招 那萧辰拳是不是要没了 顶飞起来 萧辰拳血量一点点 好,再踢脚 一定要硬过去 对RB 拿下对手结束战斗 带大家的观众每天个新